站得太晚了啦 你怎么没数字做坏啊 中国人没数字就是你 更是你啊 这么年纪情绪啊 我又是中国人啊 你不是中国人 你哪个鬼活的鬼啊 关你啊 你真的哪个活 哪个活的鬼啊 你怎么做嘛 是吧 你笑死 你看到这件事情只有丢脸在丢脸 今天你不管去哪里 你当然要遵守当地的这些规定 这才是基本的数字吧 今天如果你去美国 有些人可能刚去不懂嘛 然后结果在开车就 被警察拦下来 结果他手没有放方向盘 结果他还能晃来晃去 结果美国警察就立即就掏枪了 那请问一下 如果今天美国的警察掏枪 你还跟他对骂说你没数字 还拼命骂我 跟你讲你早就变天蛙了啦 莫名其妙嘛 因为近期真的很多的言论 尤其岛内的决亲 或者是那些所谓的海外反华的 或者就是像西方这些媒体言论 全面都在指责 真的在用心防疫的大陆 说啊你看你这样人民 都要做核酸啦 甚至岛内现在 因为疫情完全躺平 那一些媒体的讯息 全面都在涂抹 就说啊至少不用像 大陆管得那么严啊 哦我们这样很自由自在啊 自由自在的确诊嘛 这些决亲整天在嘲讽大陆 多独裁没有人权 那请问一下 帮你守护健康是不是人权 让你免费去做核酸 然后有一个健康的报告 让你不要因为确诊传染给别人 这是不是一个人权自由的社会 该做的事 而且他还说啊 我才不是中国人 我也觉得很好笑 请问这位弟弟 你拿的护照上面也有写着 tryna 也写着中华这两个大字 以后像那些不承认自己 什么是中国人的 叫他大声拿出他最爱讲的 护照上面写tryna那个字 也请他把它删掉 好 晚安